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因為球隊訓練比較多 然後其實沒有這種機會跟大家一起運動 一起出來運動 那我覺得其實最近一直在提倡女性運動 這個東西無論是籃球 或是說所有的運動項目 那我覺得這個活動對於女生來說是非常好 像其實我看大家其實比較放得開 就是感覺很像把工作壓力釋放 大家會比較放開做自己的感覺 透過這個活動也讓我們女生有一種很團結的感覺 然後在運動的過程當中 大家會互相激勵 然後我覺得那個感覺是 很像在運動場上 或是在練習的過程當中 大家互相鼓勵 然後互相一起激勵的訓練的感覺 其實今天整個活動我自己印象最深刻的地方 就是因為我們有包括了跳舞啊 或者是一些那個激勵 都要有些兩人一組的嘛 然後我旁邊剛好就是我們空手道的小星星文姿雲 然後很多就比如說跟她對抗或對拉 或是蹲下來一起 然後做一些動作 其實我覺得就是蠻珍貴的耶 因為平常可能我都是用採訪者的角色去面對她 然後今天跟她一起運動 我覺得很開心 然後又加上現場200多個 就是女孩們一起運動 我覺得那個能量很大 也就是真的有時候真的好累好累 可是就是後面就會有其他的女孩 今天才第一天遇到認識 她就跟我說加油加油 就像是我自己覺得給自己的定義 就是要比昨天自己更好 就是不管做什麼事情 其實我覺得都跟運動一樣 就是你只要努力都會進步 然後今天我雖然就包括跳舞 我以前樓跳很爛 或是我柔軟度很差 但是我覺得只要努力嘗試 你就會覺得比自己更好 就會肯定自己 我希望這種活動呢 可以每年持續 那當然最好是一個月一次啊 或是兩個月一次 然後來讓女生可以固定運動 固定有一個地方 固定有一個活動 可以讓大家找姐妹啊 或是朋友 然後一起到這邊運動 我覺得其實可以常常辦這樣的活動 就是讓大家體驗一下瑜伽 然後肌力跟舞蹈 是什麼樣子的型態 然後讓大家喜歡上運動 然後一起來體驗運動 然後運動不只是 只有運動員可以來運動員 而是所有人都可以參與這個運動 而且運動其實是生活的一部分 一 二 三 Beauty Beauty Beauty